歡迎來到小眼睛工作室 我是軒軒姐姐 很久沒見大家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畫 Spy Family裡面 表情很豐富、很可愛的Anya 我們一起去片 未訂閱的朋友記得按訂閱的鈕 還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片段了 我今次會用21x15cm的畫紙 即是一半的A4 size畫紙 Anya的頭部比較接近圓形 所以今次我會用一個圓形做基礎 然後加上輔助線 記得起稿的階段 要用輕的力度去起稿 當我們臨無其他人的作品的時候 多些善用輔助線 這些輔助線可以幫助我們 放Anya五官在上面 Anya的眼睛比較大 是會超出一格的範圍的 各位觀眾想容易畫到很像的Anya 在畫輔助線的時候 記得平均分配這個圓形 線要比較水平和垂直就可以了 像中文字機在上面 去畫畫 再綠綠綠綠維花 但是又會想要記住 地圓形為規劃系統的 尖尖的形狀 這樣會比較自然 鷹鷹姐姐現在畫一些墊嘴 是展示給大家知道 Ania 頭髮生長的方向 首先會由頭頂開始 然後慢慢向外 又向內的方向去繪畫 所以這些線條和墊長 就可以幫助大家 了解Ania的頭髮方向 好 讓晴晴姐姐介紹一下 今次我用的繪圖工具 分別是 第一支和第二支 Yoken 針筆 這兩支針筆 其實都是同一牌子 而且都是黑色的 但是他們的粗幼 就不同了 分別是0.1和0.4 他們的數值越大 但是呢 就代表他們的粗幼 就不同了 它的粗度是會越粗的 換言之呢 0.1是比較幼的 而0.4是比較粗的 我示範給大家看看 接著到第三支了 就是叫做Malfi的軟頭 黑色筆 這一支呢 和第四支都有點相似 一接觸到軟頭筆 可以幫助我們去畫一些 有粗有幼的線條 只要用適當的壓力 押一支筆呢 就會押出一些粗的線條 如果呢 用比較輕的壓力 或者輕力一點去畫呢 又會幫我們畫到一些 幼的線條 而最後第四支呢 就是叫做瘦泥筆 不知道各位觀眾呢 在文具店的時候 有沒有接觸過這支瘦泥筆呢 其實呢 在大眾的文具店 都很容易買到 其實呢 價錢都不是很貴 所以呢 都很歡迎各位喜歡畫畫的 你呢 都可以去購買的 這一支呢 是非常之好用的 那 喬喬姐姐是由中學的時候 已經愛上了這支筆了 因為呢 是 畫漫畫 的人物的頭髮呢 是非常之好用的 那還有又容易買啦 所以是 喬喬姐姐極力推薦大家的 明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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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掌握到以下三個力度 就可以挑戰一個由輕漸漸去重的漸變 這樣就可以很簡單 很直接地做到一個很漂亮很和諧的灰色 當我們做完以上的小練習 就可以把我們所學的東西 應用到Ania這個作品 首先用中挺的力度 去游上Ania的瞳孔 然後用輕的力度 再游回瞳孔外面的位置 然後就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 或者效果再游多一層 去加深色也可以 或者如果你覺得這個深淺都合適 那就不需要的了 然後用一個輕的力度 去掃上Ania的面部 頭髮和嘴的位置 頭髮和嘴的位置 然後用一個輕的力度 在這邊這邊 在這邊 中間的耳朵 之後可以做到一層 然後用一個小物 去紋爛 或是一個小物 這邊可以做到一層 小物料 說到一層 在這裡 有個小物料 還有一層 去紋爬 在這裡 在這裡 來 第二幅作品绝对是Anya的招牌表情 首先我们会用两条打横的辅助线 而这两条线是要比较远一点的 如果大家都把握到上一幅 相信这幅和下一幅都难不住大家 这次显显姐姐画Anya的原因除了是Spy Family 现在是一个很贴的动画之外 显显姐姐是很欣赏她描绘Anya的鬼马表情 Anya的表情变化很多 起码都成十个 令人物更生动和搞笑 相信看过的观众都跟显显姐姐有同感 这条教学片段想分享给喜欢画漫画的理智 要画美少女的正面 几乎很多人都会画到 但是如果要画同一个人物去描绘多个角度 和不同的表情变化 就要视乎那个人的画工 和一点点创意 请不论 最後這幅ANYA的頭寶是會微微向上的 所以輔助線都需要調整一下 大家可以試想像一個球體輕輕地轉動 而輔助線的方向和紋理都會有不同 大家特別留意眼睛的比例大小是不一的 原因是ANYA是側向觀眾的 所以要畫得有些前後感 之後再裝成色 那麼不錯 二屆 鍵盤 這段兩月 這一段兩月 這段兩月 上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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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